记得当时差点把这只没有人要的小家伙送去收容所 可是看到他虚弱无力的样子 最终还是没有忍下心来 在每天的细心呵护下 这只小秋田现在终于 变成了一头大狗 胖虎 我坐在里 哎呀 新床来了 不是你的 胖虎 哎呦 想要了是吧 你们两个人不要打了 打呗 打呗了呦 胖虎这经历实在太丰盛了 咱们还是领他出去溜溜吧 前两天大家应该都目睹了 胖虎打败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对手 就是这只拉布拉猪 结果咱胖虎就冲霸了是日本的小公园 现在只要胖虎一出现 就算发型再帅的羞狗 也都要过来露个面 可是万事难料 比拉布拉猪还要强劲100倍的对手出现了 一会儿像一只吉娃娃 一会儿又像一个煤气罐 很难辨别 咱们胖虎看到这场面 瞬间就怂了 这位很面善的日本大爷告诉我们 他叫妹将 10岁15公斤重 现在单身 胖虎听到这反话 直接要自己牵着自己往下跑